由前副總統呂秀蓮 籌辦的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亞太區年會 明天將在臺北舉行 達賴喇嘛本來也同意接受邀請 但是現在卻不能成情 呂秀蓮認為是外交部打了回票 前副總統呂秀蓮 籌劃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亞太區年會 十二月即將在臺灣舉行 達賴喇嘛確定不能來臺 特別錄製一段影片 我的前副總統呂秀蓮 我的長期朋友 她請求我來臺灣 但現在我不能來臺灣 她說OK 所以現在 首先我願意致敬禁止 前副總統呂秀蓮表示 今年三月達賴喇嘛正式來韓 接受邀請來臺 而國際職業婦女 世界總會也前後兩次致函 馬總統 七月底呂副總統通過立法院長 王金平代為向馬總統轉達 九月初時更親自詢問馬總統 同時馬總統只表示問題複雜 需要研議 二十九號外交部就回函表示 政府歡迎達賴喇嘛 未來適時再度造訪臺灣 從事宗教相關活動 婉聚達賴喇嘛來臺 呂就連痛批 這完全是沒有理由的理由 呂就連強調臺灣沒有理由不讓達賴喇嘛 來臺參與國際婦女的活動 如果未來因此讓臺灣在國際間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馬總統要自己承擔 記者林姓洪耀祖台北報導